大家好 我是阿米 欢迎收看看跨境者阿米的阿米秀 关注到ChateGPT的两面性问题的 自然少不了就我们跨境电商行业的狂热的营销技术朋友们 在我们的跨境电商营销技术小群里 我已经不止一次的和AI技术公司的创始人们讨论过 如何更好的使用AI改善目前中国跨境电商最大的短板 更符合目标市场用户习惯的内容创作 就在ChateGPT发布的第六天深夜 深陷AI快速生产小短文狂爱的爱前台创始人老朱 又在群里发来两篇小短文 这一次我坐不住了 文章的质量是OK的 四评八文 这是两篇关于产品介绍的小短文 群里的技术大娘们纷纷给他打高分 这两篇范例短文的使用场景很明显 讲是适应于目前苦恼驴 如何快速培养更多内容营销运营 和生产团队的跨境电商中国卖家们 曾经的苹果Siri产品总监徐安邦的评价尤其有趣 90重点突出但没心意 而李彭博则给予了更高的评价 语言的Local乘路超过八成亚马逊运营 如果卖家再提供产品的具体信息给他 应该能写得更好 AI创作内容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 亚马逊运营可能要失业了 但是事实上真的那么容易 就亚马逊运营就会失业吗 像这个安邦所说的 90分 这个重点突出了但没有心意 李彭博讲的那句话 大家还记得吗 刚刚提到 语言的Local乘度超过了八成的亚马逊运营 如果卖家再提供产品的具体信息给他 应该会写得更好 好了 这是关键两个东西 徐安邦 这个原来苹果Siri的产品总监 李彭博也算是行业里面的大V了 KOL了 里面都很熟悉了 他们两个的意见其实很有趣 从安邦的角度看 就是说90分重点突出但没有心意 他是从一个产品经理的角度去看 这两篇小短文就是现在深陷 AI创作小短文狂热者爱前台祝贺 你干的这个好事 然后呢 这个李彭博呢 他更多因为他以前是从通透出来的 对吧 铺碰卖家 产品卖家 那目前来看我们行业里面 无论是亚马逊也好 沃尔玛也好 TikTok也好 Timo也好 其他的这些独立站也好 其实大家都会有很痛苦的问题 就是我怎么样可以写得更好的 这个本土的内容 本土的这个广告词 本土的这营销 本土的这个用户体验是吧 就是我们所说的Chinese English 这一看就知道是中文写的 当然我们现在的这个从业的人同事 亚马逊也好 不同平台 从业的做运营的写文案 写内容的同学呢 其实都很不错的 很优秀的 而且很多的都是有外国留学的 甚至是本身就是交给了老外来去写的内容 那这就问题来了 徐安邦打了这个90分 重点突出 但没有新意 李彭博给了很高的评价说 可能会做得更好 那我们作为一个傲娇的原创内容生产者 我们就来评评了 所以那篇内容我看了 我确实是吸了一口冷气 因为他确实能够把很多原来只是重复的 低调的 只是搬运的这所谓的内容的创作的 这工作的给取代了 尤其是文字内容 就像李彭博所提到的 如果给他为更多的产品的信息 更多的关于产品的信息 他会不会做更多好呢 我还没有完完整整的用过 用完这个GDP 所以我刚刚注册的账号还没来得及 就赶紧来录节目了 我会再去用一用 然后看看 给大家一个评价 但是从诸贺之前用相关的 相同的这些产品来去做的一些 小等我们看了一下 我的评价呢 没有徐安邦那么高 我只能认为他是四平八稳 面面俱到 用一些简单的标准的内容 比如说简单的知识点 他是回答出来是没有问题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样子 是吧 但是呢 你要告诉他 从二开始跳到八 八再回到六 六五回三 用倒序 蒙太奇的方式来去做呢 他做不到 对吧 就我们一直认为 作为内容创作 他有两种功能 一个是功能性的内容 这是把问题说清楚的内容 另外一个呢 是一个原创的内容 那是艺术 每一个内容 无论是文字 产品说明 图片 视频 甚至一个声音 一个背景音乐 一个BGM 他都有不同的功能 这里边就是一个点了 就是为什么说 我看过很多之前 诸贺给我发的这些 他们用AI 当然不是GDP 是另外一个AI 写的这小短文 我说我对他们评价很一般 我说我能理解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需求 在因为有很多人 需要去做大量的SEO 去铺货 对吧 铺内容 就包括我们今天 有很多朋友 如果要去做海外市场的话 你要去给自己的产品 增加这个所谓的评价 增加其外的外链 是吧 做站外的这种SEO 那你需要大量的 这种所谓的 这种内容的 这个叫子弹 对吧 子弹了 当然就是越大 越多越好 是吧 拼命打 然后枪 可能就是那枪也很多 随便打 但是打的目标也很多 是吧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东西 是作为去触打用户的销售 那这个问题就回到这个 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产品 原来苹果的产品总监Series 的产品总监徐安邦提到一点 重点突出了 但没有新银 那作为用户来说 如果你用同样的这种套路所产生的类似的接近的或者相近的内容 那其实放在电商的场景里面可能已经可以满足大概是百分七八十的一个需求了 是可以的 因为有特别是对于一些工厂型的卖家 对于一些品牌型的卖家 对于一些跨界型的卖家 那他已经完成了一个因为他有产品的优势 他有品牌调性的优势 他有这个品牌故事的优势 那对他来说 这个就适合他去做一些基本工作的覆盖 那我们特别特别记得在很长时间 我们有一个计划叫百厂计划 有很多朋友 在工厂的 就在那个地方呢 他真的没办法遭到很多高级的 或者是一些相对比较资深的人才的时候 他就很痛苦了 尤其是在这个内容创作这个世界上 在内容的这个呈现上面 他不是很痛苦 他没办法去做 留不住人才 人才尤其是内容创作人才 像我们老朋友Aparo Jerry Jerry办公室放在了广州天河的黄埔大道西 阳城晚报创业员 就是孵化了YY 就是这个这个一个独角兽 还孵化了很多优秀独角兽的 这个阳城晚报创业员里面去 为什么呢 他就是现在广州的内容创作中心 大家都喜欢在那 我们这个办公室 他们在直线区大概是三公里 所以我们还也算 但是你说在工厂 在车间 在那个厂房 就是很明显你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图样 去让这些内容创作的同学 比较安心的生活在那里 所以我们看到 无论是宁波也好 还是这个珠三角 中山 佛山 顺德 我们看到很多时候这个工厂型的卖家 他们要放两个办公室 一个放在工厂 一个放在可能像广州啊 杭州啊 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